新北市又發生了重大槍擊事件 這間當舖居然是被人連開了51槍 可以看到地點就是在新北市土城的 這間當舖門口的鐵卷門上面 全部通通都是彈孔 可以看到這是一顆一顆 甚至還有把鐵卷門一度是給打歪了 可以看到甚至不止鐵卷門上面 還有旁邊的這三台機車 它的車頭上面甚至也被當時 被這個榴彈給撥擊到 因此算一算現場大概是多打了51槍 而它當時的犯案過程 其實也被路過的民眾給拍了下來 行車記錄器也流傳到了網路上面 可以看到當時這名少年在離開計程車之後 他是直接拿出衝鋒槍 是對著這一家當舖 直接鐵卷門是直接掃射 甚至還把兩發的兩個彈甲 全部都打光了 由於當時正值是上班的見峰時段 路過的車輛還有行人 是趕緊的閃避 那麼後來這名少年 他是慢調私底的坐回計程車上面 還跟司機說 他自己要去派出所來報案 而目前警方在偵訊 要釐清他的犯案動機 而除不了解 這名少年他目前是自稱向警方 攻稱他自己是這個當鋪的員工 之前被同事還有老闆霸凌 是在離職之後來這邊報復 但是他的槍枝來源還是交代不明 所以目前還要再釐清他的犯案動機 以下就請向前鏡頭先交還給彭雷楚國 政府警察局絕對無法容許如此囂張的行徑 今天晚上警方就會針對幫派經常出入的處所 以及容易滋生自然事件的處所 舉辦全市的擴大林檢的行動 對於黑幫及其他暴力犯罪等不法的行為 絕對會強力壓制跟刑 另外昨天在台北市板橋區 涉及槍擊案件的兩名嫌犯 目前已經新北地檢署收押收容 今天的案子 我們也會追查後續的幕後的主持者 稍後我們會立即召開專案會議 對於囂張的犯罪行為再一次強調 絕對不放過任何一個 會通通繩之以法 那接下來有關今天的槍擊案件 目前最新的偵查進度跟說明 請行政大隊長來跟大家檢要的做一個說明 請問問問問問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有關今天這個案件發生之後 我們就馬上聯繫了新北地方檢察署 並且也跟了刑事警察局 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共同組成了聯合專案小組 積極偵辦 在昨天的案件在台北市 以及新北市所發生的槍擊事件裡 經過專案小組的徹查以及收證 我們也讓來投案的這兩個人 均讓包含少林法庭以及地檢署 將他裁定羈押 後續我們會積極的做偵查 一定會救出幕後的主持者 對黑道幫派功能挑釁 警方絕不寬戴 有跟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我們查的方向非常多 我們不排除各種可能性 我們一定要等到真正理清之後 會跟大家做及時的說明 我們目出初步的查證 有關計程車司機 是犯嫌隨機攔下 但是是否有參與 我們還是要積極清查 目前來講還沒有偵查出一個 真實的狀況之下 我們不排除各種可能性 請問還沒其他問題 最近這兩次的機器 是任何少林的槍搜 在查看 我們有關於 訪法是跟這個少林槍搜的 一些訪問 針對有一些黑幫 想要透過少林槍手 這部分來免除刑責 針對這個區塊 其實我們新北市 在去年也曾經遇過類似的案件 雖然少林槍手陸續的開槍 但是我們也在四個 一個禮拜之後 將幕後的集團全部瓦解 查獲了包含美營會的成員 總共有十億元大案 在此鄭重的宣示 警方對於想要透過少林 來免除刑責的 我們絕對徹查到底 絕不寬待 那請問一下 那一間盪鋪最后 是不是有黑幫人 他透過訓練 是不是 針對這個區塊來講 我們在清查 這個盪鋪來講 其實他就一般的盪鋪業者 但是針對蘇果 他還有射擊棒派的部分 我們絕對積極查辦 那這個負責人有幫派的進行嗎 目前來講 我們還在清查當中 還在清查當中 那幫派十天前 被開過三槍有沒有掌握到嗎 那個盪鋪三十天前 你被開過三槍有沒有掌握到嗎 而這部分我們還在查證當中 那可能是一個傳人吧 那一把槍有遇到型號來源嗎 他本身針對來源的部分 我們在清查當中 然後它是一支改造的手槍 它並沒有所謂的型號 它是有什麼改造來的 衝鋒槍或是怎樣的型號槍 是改造的 它是衝鋒槍 類似衝鋒槍的來改造出來的 請問大家還沒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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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